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20课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表单单选按钮 咱们上一期讲的是复选框 多选按钮 今天咱们学习单选按钮 好 咱们先看今天的知识点 和上一期一样 只不过咱们空间的类型 由上一期的checkbox变成了现在的radio radio这个地方为大家说一下 英语叫radio 日语叫什么 有的朋友知不知道 我给大家说 日语发音的非常难听 它不叫radio 它叫辣椒 非常难听 咱们今天马上看一下例子 首先 今天这个例子 我在画面上想打印两组 不是一组 是两组的单选框 第一组叫做选择性别 第二组叫做选择爱好 然后把用户选择的性别和爱好 选择结果 打印在画面的最下方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代码 咱们先看选择性别 首先是个input框 没有问题 类型radio不是辣椒 然后ID 咱们起个一个唯一的ID 这个ID和名字有什么不同 ID是指着整个网页中唯一存在的标识 咱们叫做男 然后直是男 然后它绑定的模型是选择的sex 选择的性别 这个性别 大家请看 在下面这个地方定义出来 它不是true force形 它是一个文字形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好 咱们再看 与男这个radio box相对的 是这个女 大家看 下面有个input radio 然后ID等于female female是英语中女的意思 对不对 女 然后直是女 它绑定的模型 注意和男是一个模型 就是一个数值 这个地方大家有 为什么 因为这个单选按钮 它不像上次复选这个数组 可以多选 它只能单选 所以这个值 这个pix sex 这个变量的值 只能是唯一 要么男要么女 对不对 要么中性 反正不管哪个性 肯定只有唯一的值 所以这个地方 咱们不用数组 咱用是单一的变量 好 接下来 下面还有一个叫做选择爱好 内容的完全一样 只不过ID不同 值不同 一个是玩游戏 这个爱好 一个是看电影 这都不一样 然后它绑定的模型 也不是刚才的性别了 是另外一个叫做爱好的变量 在这个地方定义 换句话说 一组radio按钮 对应一个值 对应一个渣渣的 渣渣脚本的变量 这样技术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在画面的下方 打印出用户选择的结果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的 简单的单选按钮的例子 我现在把它拷贝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 是不是如我所说 肯定是吗 对不对 因为我提前调试过了 对不对 好 咱们运行一下 开始 今天是第20课 然后选择index 大家请看 画面装载完成 选择性别 这是空 爱好也是空 结果肯定也是空 为什么 它绑定的值 现在还没有值 当我选择 比如说 男 看 下面性别也出男的 对不对 然后男是什么爱好呢 比如说男爱玩游戏 我选玩游戏 就是说 选择结果是性别男 而且爱好爱玩游戏 这和一般的男性有点像 然后 比如说我这换成女了 大家听看 性别会动态变成女 为什么呢 双向绑定 爱好 比如说女孩子不爱玩游戏 她还干什么 爱看电影 爱好也变成了看电影 这个值是唯一的值 它不是数组 是一个变量 好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控制台 咱们刚才设的两个值 一个是peaky的sex 一个是peaky的hobby 咱们打印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值 peaky的sex 女 怎么样 现在是女吧 好 再来一个 咱们再来个爱好 爱好是hobby 看电影 没问题吧 那就是说 用户选择的内容 咱们如何去获得呢 通过这个变量 就能够获得 方法呢 是非常的简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今天呢 我给您分享的代码呢 就是这样 我认为啊 应该不是很难 有基础的朋友呢 肯定呢 一目了然 您应该听明白了 好吧 那今天这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了 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下载参照 那这个视频 也就给您 非常到底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